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dy 女版巴菲特Cathric Wood操盘的ARK基金 5年净值增长3.6倍 近5年年化回报率29% 近3个月年化回报61% 大幅跑赢大盘 这个基金管理公司总共有7支基金 其中ARKK和ARKW老是分不清楚 到底怎么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ARK的不神秘面纱 说说我的观点 节目开始前老样子 还没订阅的观众请在右下角点击个订阅 顺便点个赞 谢谢哦 这家基金公司目前有7支ETF基金 5支主动管理型基金 2支指数型的ETF 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投资于颠覆性创新的上市公司 公司创始人兼CEO Catherine Wood说 这个时代充满了变革 DNA技术 机器人 能源变革 人工智能等颠覆性变革前所未有 机会很多 ARK旗下的基金主题明确 他们重点关注下一个重大突破性创新在哪里 有没有市场 市场总规模是多少 哪些行业的饭碗要被端掉 哪些公司将成为赢家 从这些问题中找到有成长潜力的股票 那么这7支基金分别是 ARKK颠覆性创新主题基金 ARKW自主技术和机器人基金 ARKW下一代互联网基金 ARKG精英革命主题基金 ARKF基础技术创新基金 然后3D打印和以色列创新 两支被动基金 ARK基金大幅跑赢大盘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的投资集中在创新主题 而大盘往往是什么行业都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有些行业从无到有 冉冉升起 有些行业则逐渐没落 一落千丈 大盘指数就是由这些互相抢饭碗的公司组成的 此消彼涨造成的大盘涨幅 总是有限的 而且最麻烦的是 像标普这种指数对应的SPY VOO等ETF基金 要严格按指数成分股权重来持有股票 像ARK第一重餐股特斯拉 就迟迟不入标普的法眼 ARK基金投资的都是那些颠覆式创新的公司 是即将要抢传统行业饭碗的那些信心科技公司 这些在被纳入指数之前 往往已经有一段疯狂的涨幅 所以ARK比指数基金更为进取 风格更为激进 要理解ARK基金 就要理解什么是颠覆式创新 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经历不断的创新 随便举个例子说明创新 当照相机发明的时候 胶卷产业带动了柯达成为一代龙头 当数码相机发明的时候 科达倒闭 佳能 三星取而代之 智能手机抢占生活拍照市场 相机往高端化方向寻找生存机会 英特尔曾经是芯片的霸主 却走下坡路 新的巨头正虎视眈眈 当你拿起微信支付 买根油条 不必带现金的时候 你可记得 六年前我们还习惯于使用现金 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在淘汰传统产业 都是各领风烧十几年的生意 如果没守成规 投资在衰退期的企业 就可能导致投资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说 ARK寻找颠覆性技术突破 就是在投资未来 投资初创期 成长期的潜力股 当然风险大 收益更大 对于新技术投资机会的发掘 需要集中研究团队进行大量的研究 否则投资到一些凭几张PPT纸 说得天花乱坠的公司 那风险就非常大了 那这样的研究 我们通过买入ARK旗下的基金 就可以骑在巨人的肩膀上 为此我们要付出多少成本呢 基金管理费不算很高 主动型ETF的管理费是千分之7.5 指数型ETF管理费千分之4.9 1万块投资一年的管理费 在75元 可以说并不贵 买基金可以规避选股失误的风险 赚不赚钱 要看投资经理的水平 至少你不必去为一只股票的 短线波动操心 每年付千分之7.5 让专业人士搬你选股 ARK基金的表现 也确实不怎么需要操心 公司5支主动管理ETF的表现非常强劲 5年涨幅最强的ARKK和ARKW是目前很多人关注的两支基金 都达到5年4倍的收益率 但PRNT和IZRL两支被动管理指数基金就表现不理想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ARKK和ARKW的分析 我们从这两支基金的选择到持仓的借鉴参考上面 来看看如何选择基金 和如果自己买股票的话 要如何抄他们的作业 好我们先来看看基金持仓 这些基金是透明持仓的 我们每天都可以上官网来查他的最新持仓情况 换句话说 基金公司不怕你知道他买了什么股票 你要跟单 一点问题也没有 所以我们先说怎么抄作业 在基金公司的官网上 非常及时的把基金的全部持仓都给你公开了 我们可以下载到一个PDF表格 里面就是最近一个交易日基金的持股情况 这个PDF是最近一个交易日全部的持股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ARKK的持仓 ARKK第一权重股是Tesla 比重10.03% Ivitai是个基金检测的 走势也非常的厉害 而SQ也是今年大牛股 Smart五股之首 前三大重餐股都是今年表现非常好的股票 你们说这作业好不好抄 如果抄都不会抄 那直接买基金完事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 ARKK和ARKW这两只 Catherine Word旗下最火的基金 这两只基金都属于持仓透明的主动管理ETF 基金资产管理规模ARKK比ARKW大 最近几个月资产规模增长非常迅速 主要是得益于净值涨得很快 资金又不断流入 ARKK的规模101亿 ARKW的规模是28亿 从资产管理规模上看 ARKK大概是ARKW的3.6倍 而这两只基金都是在2014年的9到10月成立的 由此可见基金投资者主要还是偏投向ARKK 两个基金费用是差不多的 持股数量上ARKK的个股少了几只 从前十重餐股票来看 ARKK更为集中 51.42%的基金资产集中在实质股票上面 从5年的beta值来看 ARKK要大于ARKW 所谓beta就是评价基金相对于大盘表现关系的重要风险指标了 beta越大表示基金相对大盘波动越大 比如这里ARKK的beta值是1.62% 如果大盘上涨1% ARKK要上涨1.62% ARKW的beta值是1.45% 大盘涨1%那ARKW就可以上涨1.45% 两只基金都比较进取 所以在大盘上涨时很容易跑赢大盘 前面这些数据比的都是过去的表现 两只基金都获得了5年4倍的收益率 那么现在如果要在两只基金里面做一个选择 我们还是得回归到它的基金主题和前十大权重骨上面 ARKK是首选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 机器人 基因革命和金融创新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主题基金 而ARKW是下一代互联网ETF基金 下一代互联网的定义包括云技术 新型支付工具 大数据 社交工具和新媒体 值得一提的是ARK将区块链加密货币 定义在下一代互联网里面 通过投资代码为GBTC的 Great Scale by Coin的方式来投资比特币 虽然持仓只占基金资产的1.93% 对比两只基金的前十大重参股 我们先找出都有布局的股票是 Tesla SQ Roku Work TreeUW 其他就略有不同了 ARK两只拳头产品都布局的这些股票 应该都极具创新价值 我们可以在未来的节目中找买点来推荐这几只股票 如果不想错过可以点个订阅哦 而其他的个股主要体现了主题的差异 如果你更关注颠覆性创新 可以选择ARKK 如果你更关注互联网 可以倾向ARKW 不过Tesla都占了10%以上 这将对两只基金的净值表现起到关键的影响 Kathryn今年年初就提出特斯拉要涨到7000美金 如果按拆股付权计算 ARK对现在Tesla目标价是1400美金 Tesla目前以430左右的价位 真正达到Kathryn的目标价还有两倍的空间 这对应基金净值是20%的增长 所以对特斯拉判断的准确与否对ARKK和ARKW两只基金的表现是同等重要的 ARKK有一只股与ARKW不同 并且权重很大 那就是Invita这只股票 NVTA在ARKK基金当中是第二权重股 而ARKW并没有 原因很简单 NVTA是基金检测概念股 不符合ARKW专注于下一代互联网的主题 而NVTA的表现对两只基金的表现差异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NVTA作为ARKK第二大股票 从3月反弹以来已经涨了440%以上 选择ARKK会覆盖更多的细分行业 风险会分散一些 ARKW就更为集中了 风险也会集中一些 那么关于投资想法 ARKK和ARKW两只基金在选股方面都非常有独到的 对持股也抱着长达三到五年的长线策略来对待 基金持股非常透明 投资者很方便从光网查到持仓的变动 从而可以更好的做出投资决策 如果两只基金非要做出一个选择的话 那由于ARKK对颠覆性创新相关细分行业的覆盖面更大 相对风险小于ARKW 而如果对云计算啊 流媒体数字钱包等更感兴趣的话 ARKW会更有针对性一些 无论怎么说 选择ARK基金就是投资Catherine Wood 这是一个很有前章性眼观的女股神 如果自己选股没这么牛 你不如买ARK ETF审视了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